原文在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因为那四万两百银的生意做不成呢 魏公公就发火了 后来一查就知道原来 汪文元做中间人豈有此理 他想在我身上来到赚一批中介费 哎呀,得了的 于是一次火滚就下令 做了汪文元 这回一时冲动又做错事 本来这个魏宗賢何知 想他整汪文元 就想通过他来到正临东临党 怎知不用多久 他就知道,哎呀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很快去啊 他就知道汪文元坐监呢 和上次一样坐得很舒服 很自在的 为什么呢 哎呀,因为除了汪文元本身 神通广大之外 还有个人帮了他很大忙 起很大作用 此人就叫做王尊嫂 王尊嫂 王尊嫂当时是盗察院监察御史 是一个十分有名的人物 很多人都认得他 他还有个儿子 比他更出名 儿子就是王中熙 恐怕除了文盲之外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出名的书法家 王中熙 这个真是伟大的书法家 以书生为主力的东临党人 王尊嫂呢 是一个很显黑的人物 此人心谋远虑 凡事三思言后行 擅长权谋 他和汪文元并称东临党两大志郎 当汪文元被捕之后 很多东临党人都十分愤怒 愤愤出面 去吵去骂 不过 这些人呢 无非是发牢骚 骂几句的 真正作出正确反应的 只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 王尊嫂 他十分敏虑作出判断 魏宗賢要对东临党下毒手的了 现在逮捕这个汪文元 只是个讯号而已 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东临党了 如果不快些动手 到时就无能为力了 事不宜次 他立刻就行动 刘爷就去找个錦衣卫 刘翘 刘翘当时担任錦衣卫 震托斯指挥使 是掌管赵玉的 那么汪文元呢 就困在他那里 此人呢 人品还算是挺正派的 所以 王尊嫂留夜就找他 请他帮忙 王尊嫂就表示 你既然抓了汪文元呢 那就算了 不过 你千万牵涉到其他人 不要连累左光斗 杨年等等 刘翘呢 就是个聪明人 一下就明白 王尊嫂的意思了 当然就会照顾这个汪文元 所以汪文元在监中 并没有受到任何折磨 那这个王尊嫂呢 就是一眼看透危忠言的人 另一个呢 叶向东 到底 叶向东见过西面的人 在朝中困了几十年 一眼就看透 嘿 知道毅公公的目的 就是针对着东林党 所以 他立刻就上疏往下 表示 汪文元呢 是我任命的 如果这个人有问题 就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 跟其他人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 请求退休 回家养老 是 叶首富 确实不失为一只老狐狸 明知道朝廷呢 不是那么容易放他走的 不会让他退休的 但是他就以退为准 无非是告诉毅宗言 喂喂喂 你不要轻举妄动 东林党还是有实力的 不是一推就倒的 毅宗言呢 亦当堂冷静下来 哎呀 拉汪文元 确是有些冲动 现在时机未成熟 不是了 不是了 不是搞下去了 那这个回合的较量呢 东林党人暂时取得胜利 但是很快去他们就知道 哎 东林党是面临毁灭的命运啊 俗汪文元入獄的时候呢 毅宗宗 确确实实没有很大的把握 一时的冲动而已 但是过得不久 到天啟四年 东林党人全都知道 已经面临失败的命运 哎 无可挽回的 因为毅宗宗啊 确实是厉害啊 他拉拢人的手段 实在太高明了 短短三年之前啊 事书还说是公正应朝 现在呢 变成琴修应朝 毅宗宗手下那些非琴走修 已经遍报朝廷 王太监 就担任司令监 顾炳 毅宗 毅广媚就进入内国当国园 徐显添 田耳更 控制 錦衣衛 是的 在六部官员中 除了尼部尚书 赵南声将 苦苦支撑着 其他 所有的部长 都是阉党的成员 甚至 管纪律 管监察的 刀察院 六科 都是阉党 控制了 现在 朝廷 确实已经变成阴党的天下 对这个 这样的转变 史书就称为 细风日下 日心不古 道德论望 笨质败坏等等等等 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魏工那个人很讲实际 讲到就做到真金白银 精官发财 立即到手 绝无拖欠 你说呢 你要别人为你卖命 你只是拿碗白饭给别人吃 哎呀 哪个儿子啊 是不是 投靠你太监做阉党 没了面子 千里召召来都卖命 没有些实位的 哪个儿子啊 所以 魏工工十分会做 犯人是投靠他的 要钱就付钱 要官就封官 相对来说 东林党竞争力的实体 太差太离谱了 进来东林党有什么好处 又拌不了钱的 门楼搞到这么高 哪里有人肯来也得 如果有人被你选择 那现在两条路 你自己呢 就选一条路来走 一条 坚持操守 坚定信念 向着自己理想奋斗 但是一生默默无闻 生活穷困 家徒四壁 为国为民 新努一辈子 白做的 但是 如果你能够放弃的原则 呢 哎呀 不用多久 你就可以扶摇 直上升官 發财 好吃好住 享乐日食 那你说 你都要哪一样啊 魏忠賢 就是用这个办法 把朝廷的大权 分散了 被那些出身不同 品格不同 但是 跟他一样的无耻的人 用这样的办法 达到收买人的目的 那些靠跪地 叩头 出卖尊严 啊 来到拿到权势地位的人啊 一旦掌握权力 你说 受尽侮辱才换到回来的权益 如果你不拿出来用 你不将它拿回够本 那你就真的太过对不住你自己了 于是 在这帮阉挡的指挥之下 什么古灵精怪的事都有齐心啊 据说 有个阮啊 有个有钱佬啊 一个大富翁呢 得闲无事啊 啊 就拿去杀人来玩一下 那阮太义呢 就秉公执法啊 就判他死刑 这个富翁就立即找到个阉挡的官员 提出拿钱来得买命 好快去 就跟他谈调数了 一万两银 那财主就可以免死了 那财主就立即出钱了 不过 他就附带了一个条件 他说 判他重刑的阮太义太过分了 一定要交分他 这个收了钱的阉挡官员 认真负责啊 收了银两之后 即刻放任 同时捏造的罪名 让那个主持公道的阮太义呢 杀头了屎 哇 哎 一个更正直的阮太义 一个主持公道 公正执法的七品大官 夹齐了才值一万两银 什么话 一万两银你说做不够啊 你真是神的 我们的毅公公啊 后来 事业大发展 他明马实家 事书说啊 买一个官 价钱很便宜的一个资丸 大致就是两三千两 知府呢 就是资丸的上级才是五千两 所以啊 那个杀人的财主啊 出了一万两银 虧债底啊 其实他怎么这样呢 我出五千两 买个知府来做 知府就是资丸的上级 到时就按个罪名 给他资丸 就斩他头咯 这样才出五千两嘛 还捞个知府做 而且出了一万两 那就虧债老本咯 自从开国以来啊 大明王国最黑暗的年代 终于来到咯 是那个年代 你只要有钱 你想做啥就做啥 你喜欢做啥就做啥 只要你是恶业的 没有人能够阻止你啊 没有人敢阻止你啊 你就放心去抢 放心去敲诈勒索 不用避忌啊 有个大老板 偎工工做你后台 帮你作主嘛 那那几年呢 那杨年 一直在那儿冷眼旁观 他看到 那个无恶不作的太监 欺压老百姓贪污勒索 籍类财富结党刑事 控制朝廷 又见到他抢走朋友的情人 杀死朋友 害死尝尸 什么坏事都做齐啊 但是他居然手持大权 都无需填命 也没有什么报应啊 喂喂喂 还有什么 天理良心才行啊 在明代啊 历来都不缺乏一些重量级的坏蛋啊 那好像 刘瑾锦啊 嚴嵩啊 这些人很多嘛 但是刘瑾锦这个太监呢 虽然啊 他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他到底读过几年书 做事呢 还有多少规矩啊 他明知道李东阳和他不合作对 但是 他并没有动手杀李东阳啊 嚴嵩 坏事做盡啊 又杀害了夏妍 但是呢 他这个人呢 至少都有点点的良心啊 他对自己老婆都很好啊 一直都没有另外娶别 没有去玩女人啊 魏忠燕呢 连老婆都逼走 自己的女儿都卖卖的 没什么坏事他不敢做的嘛 任险独立不择手段 达到无耻的极限的了 那么做太监呢 当然 是没有什么后代啊 所以说他绝后那样是的 但是呢 做坏事呢 他确实是空前嘛 以前这么多坏人是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 那现在 那样年呢 那样年呢 就冷静下来 他一看 耶耶耶 自己身边 已经没有 哪个人能够帮得手的了嘛 很多同事都已经抛弃良知 加入了毅公公的队伍 在利益的前提下 唉 所谓良知实在是太脆弱 不堪一极了 但是 那样年依然留守原地 动都不动 他坚持一样东西 就是坚持道统 道统 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经过无数艰苦挫折 锻炼出来的道德和传统 这个就叫做道统 那样年世史读书的时候呢 道统就指引他要努力读书 研究圣人之道 将来能够报效国家造福百姓 那样年做远太野的时候呢 道统又教育他 你为官要清正廉洁 不能贪污 不能够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但是 入了京城之后 道统又指引他 皇帝现在常常顾着斗木 身边的野心家 蠢蠢欲动 你呀 快点行动呀 国家危亡 只在旦夕了 挺身而起啊 仰念对道统一直以来是深信不疑 照做不误啊 而且以前取得很大成功的嘛 仰念呢 确实令到我们相信 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的子弟 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坚持到底成就一番事业 成为流明清史的人物 仰念也都令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人生在世 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 应该坚持无数先言走过的 严于律己的道路 应该走清正念明 问心无愧的道路 但是呀 确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就是 魏忠賢啊 是一个不相信道统的人 他无恶不作思 无忌惮 他没有任何原则的 但是呢 哎呀 他居然成为生理者啊 居然越来越多人 像那些读书人 明白道理的人 都放弃道统 去跟随魏忠賢 我问你了 道统啊道统 到底有什么价值 到底应不应该为道统而牺牲一切呢 杨念的答复 十分清楚的 应该 应该 应该啊 几千年来无数的先言 就是坚持走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就算我失败啊 但是 多少年以后 真理 正义 总是会得到新疆啊 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是为了道统 金元 牺牲一切的人 天啟四年 左腹都如是阳年 上梳 弹核东厂都都魏忠賢 他列了魏忠賢 二十四条罪状 哦 他这篇核文 真是明流千史光望万丈啊 仰念 将魏忠賢的种种罪恶 从他排除异己陷害忠良 杀害无辜 杀害无辜 逃谋不轨 可谓世间万恶 无所不报 真真正正的 智智坚血 可见啊 这个魏忠賢 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先做了几年啊 啊 夸行业多品种 坏事做尽 面面都做齐 确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次 仰念这份明流清史的核文 一出到来 哇 天下震动啊 到底能不能扭转过面 起死回生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